蒋西八出海婚后刘鹤墓 墓中出土各类文物一万多件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就是重达十吨的铜钱组成的前山 各式黄金饰品超过千金 墓葬规格堪比帝王 不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刘鹤明明富可敌国 可却用着一个二手钢塞 专家更是猜测其与刘鹤的死亡有关 那么这位海婚后身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墓中会陪葬如此丰厚的西式珍宝呢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2011年3月江西省考古部门 接到了一通电话 原来是南昌市关西村的村民 在附近的山上 发现了盗墓贼的踪影 考古队得到消息后 立即赶往现场 这一看直接让专家目瞪口呆 在杂草丛生的两座风土堆上 一个盗洞明晃晃的出现在上面 而且从年线上来看时间并不短 考古队员拿工具一测量 好家伙足足有15米深 而且专家在一个隐蔽处 又找到了一个盗洞 看样子应该是五代时期留下的 这个发现让专家心入冷灰 里面的宝贝该不会全部被盗走了吧 不过考古队员还是抱着侥幸的心态 下去查看了一番 没想到刚到下面 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 一般来说古墓飘出香味 要么是使用了上好的自带香味的木料 要么就是使用了仿佛的香辛料 或者香囊等 不管是哪一种都意味着这个墓葬不简单 果然在经过考古队的测量之后 可以初步推断 这是一个西汉时期的古墓 不过考古界一直有着汉墓实施久空的现象 这个古墓又是怎么样的呢 专家对两个盗洞进行了详细观察后 终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两个盗洞由于种种原因 并没有抵达主墓室 这让专家立即精神大振 着手对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考古队先从周围的陪葬墓群开始挖掘 刚清理完风土里面的景象 就震惊了所有人 数量众多的陪葬品散落在地 专家们各个高兴的合不拢嘴 首先清理出来的是一匹马具 这些马具种类繁多做工惊喜 而且最让人意外的是 上面还叫龙凤鸟和日月星辰等花纹 显然墓主人的身份应该和皇室有关 但是西汉的政权中心在北方 墓主人为何会被葬在相对偏远的长江以南呢 专家的疑惑还没解开 墓室回廊的发现 又让他们震惊不已 大量的文物被一一清理出来 有各种各样的编钟和琴瑟等乐器 还有一场珍贵的书写文字 除此之外就是青铜镜等器具 以及奢华无比的玛瑙和宝石 这些东西在汉朝王室中 也是珍惜的存在 究竟是哪位王孙贵胄 有如此大的实力 为自己建造了豪华的墓葬呢 专家们对接下来的发掘充满了期待 主墓室里一定有他们想要的答案 不过这并不能操之过急 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 考古队员们对墓设外围 进行了细致的清理 并且根据出土的文物资料详细研究 一直到2015年 他们终于来到了主墓室 在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后 考古队员首先发现了一组 骑系屏风和马蹄形金器 接着又在主墓室的骑侧 发现了孔子画像 经过专家仔细考察 初步断定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 最早的孔子画像 将其挖出海昏厚流河墓 墓中铜钱堆积入山 更是出土了120多公斤的黄金 然而万贯家财的刘鹤 却用着二手浴缸塞 这究竟有什么隐情呢 不过这还不是最让人惊讶的 接下来的两天考古队员 才真正见识到 什么是真正的钱山 200多万枚五竹钱落在一起 组成了一座难以置信的铜钱山 因为时间太过久远 铜钱都粘连在一起 经过考古队员的清理与计算 这些铜钱的重量高达11吨 而且根据这些铜钱上的线索 可以断定墓主人生活在西汉中期 这要是按照当时的物价 能够买800吨的大米 足以见得墓主人究竟有多豪气 不过这也只是主墓室中的冰山一角 在接下来的挖掘中 专家才体会到什么是富克敌国 考古队员又在墓室中 找到了大量的金饼 其纯度达到了99%1 共有385块 除此之外还有马蹄金 林志勤金板和金币 400多件黄金器具接连出土 这给专家造成的震撼可不是一点两点 足略统计后 专家推测这座墓葬出土的黄金 已经超过了我国挖掘西汉墓葬的黄金总和 数量达到了120多公斤 就算与帝王墓相比也不遑多让 在对墓主人的棺库进行清理时 专家们都宁喜摒弃 期待关中文物的出现 随着清理工作的开展 很快就有一个乳白色的玉壁显露出来 橙色极好是由一块完整的和田玉雕出而成 按理说这应该只有皇帝才能用 可他却摆放在墓主人的里面之上 这就让墓主人的身份更神秘了 只是墓主人的尸骨 由于常年积水 已经遭到了破坏只有两颗牙齿清晰可变 就在专家们叹息之时 关中的一块丝印 闯入了众人的视线 他追在尸骨的腰部 看来墓主人的身份 应该由他来揭晓了 专家把丝印小心翼翼地清理干净 上面赫然刻着两个字留赫 墓主人的身份立即明了 专家们个个都激动不已 刘鹤在西汉皇室中是奇葩一朵 他是汉武帝之孙 其父刘伯是汉武帝的小儿子 刘鹤一出生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但也养成了娇奢淫义的性子 要是一直当个闲散王侯 应该能活得痛快 但是汉昭帝驾崩之后 刘鹤被赶压子上架当了皇帝 登基近27天 便由于荒颜无道不听劝谏遭废处 成了西汉的低带海昏侯 墓主人的身份确定后 专家终于松了口气 只不过在清理海昏侯的尸骨时 一件奇怪的物品 引起了众人的好奇 这件物品呈圆柱状表面不满的凸起 上面还沾了一些不明液体 通过观察它所在的位置和资料文献 专家辨认出这是一个浴缸塞 其实这在古墓中并非罕见 因为古人认为在下葬时 用浴气封住试着的酒窍 就能够保证精气不外泄 从而使尸身不朽 按理说专家见多尸广 这有真实玉酒窍怎么会一开始认不出来呢 其实还是这位海昏侯太奇葩了 明明复合敌国用的却是个二手钢塞 而且这个造型奇特的玉器之前 可不是当钢塞用的 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玉勒词 一般是用来手持把玩的 谁曾想海昏侯不按常理出牌 竟然把玉勒词当成钢塞用 将戏兴险海昏侯刘鹤木 出土478件金型和11吨的铜钱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复合敌国 然而海昏侯的钢塞却是二手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其中的缘由 恐怕只有刘鹤本人清出来 而且专家还在浴缸塞附近 有一个重大发现 出现了一些还没有被腐蚀的香瓜子 这让专家觉得有些蹊跷 于是对香瓜子进行了检验 令人意外的是这些香瓜子并没有毒 专家对刘鹤的死因 也有一些猜测 刘鹤很有可能患有肝病 以及心脑血管之类的疾病 剩下时香瓜吃得多了 引起了肠胃的严重不适 然后身体本就虚弱的刘鹤 刘鹤便一命呜呼了 而海昏猴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陪葬 就是因为另一件蹊跷的事了 当年刘鹤尸骨未寒 他仅有的两个儿子 也前后脚跟着去了 徒留下万贯家财却无人继承 于是就一股脑地埋进了刘鹤的墓中 也因此造就了震惊中外的 稀罕海昏猴大墓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